2020花莲国际石雕艺术进行南区艺术展系列活动 9月18号正式开幕 内容相当多元 花莲县文化局期许 借由这个活动可以展现南区的印文丰沛能量 不仅落实文化平权 更使石雕艺术朴实化创作可以向下扎根 也点燃南区青少年学子内心的创作火苗 拉下彩球之后 花莲南区艺术展系列活动正式展开 这是花莲县文化局办理的 2020花莲国际石雕艺术季 南区艺术展系列活动的开幕典礼 内容包括了重返荣耀 花莲县石雕协会 历届会长作品邀请展 新火相传 朴实化创作连展 以及朴实艺术创作真能研习课程 玉璃镇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石雕艺会带到玉璃来 其实它有特别深远的意义 那很重要 今年石雕艺术剧重头剧又放在玉璃镇 表示文化局对南区玉璃的重视 这场相当吸睛的 就是历届石雕协会会长的作品 总共有28件 这可是第一次立任会长同台展出 更有传承发扬之意 我们每一位会长他想尽的这一种背景资料 而且有非常精彩的作品 今天大家能取记一堂 共同展出 我个人感到非常光满 花莲石雕艺术纪从9月下旬开始 由展览活动打头阵 一波波精彩推出重头戏 则在10月24号到11月22号 在花莲文化局园区内 由石雕家进行围棋 一个月的现场大型石雕创作 记者高双双玉镇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